太少了吧 好 我們先來看這一片 就是你們的撥片盒第70片Pituratory 好 上面這裡就是餅的地方 餅的地方 然後呢 往下連接著 就是有前頁跟後頁 好 我們都大致掃過 這裡就是前頁 這裡就是後頁 對吧 然後這裡有很多空泡 所以這邊是中間部 前頁的中間部 Parse Intermediate 可以 然後上面那邊餅箱簾的 有沒有 所以這裡呢 是什麼 節節部 或是管部 然後這裡呢 是漏斗部 後頁的漏斗部 可以嗎 好 然後這邊呢 是中間部 這裡呢 就叫遠部了 可以嗎?Parse Discolors 好 好 然後我們先來解決腦下垂體後頁 我們先來看後頁 放大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的細胞 就是腦下垂體後頁的細胞 好 比較呈現和扁平 然後有 仿錘的感覺 染色比較淺 好 再放大來看 裡面的細胞 好 可以嗎? 好 這裡面的細胞 就通通都是 什麼 增子細胞名稱為何? Peturicite 問你增子細胞名稱為何就通通都是Peturicite 可以了吧? 可以 很簡單 好 然後呢 我們說這邊有一個特殊的結構 一定要會認 叫什麼? Hurring Body Hurring Body 來找一個給你看 好 像是這邊 這一個 好 來 這一個 這一個 來 有看到嗎 這一個 好 粉紅色 均質的 一塊 都沒有細胞喔 好 但是屬於細胞外的東西 然後這一塊 大概範圍大概是這樣 好 粉紅色這一塊 這一個 就是Hurring Body 可以 好 然後你看這邊有一些微血管 這一看就知道這是微血管 有沒有 裡面有一片一片的RBC 所以血管是長得像這樣 好 這個就是Hurring Body 這種 粉紅色均勻的這種是Hurring Body 可以了吧 好 那這個Hurring Body有的大有的小啦 不管 好 不管是大顆或小顆 或者是長什麼形態 反正總之這種 在這裡的這種膠塊就是叫Hurring Body 可以了齁 行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 在這邊 就是中間部 中間部 好 中間一樣就是Colloid 這些就是 Rexcus Pouch Rexcus Pouch留下來的遺跡 好 所以裡面就是這些Colloid 然後呢 接下來就會進入了 遠部的地方 我們說分三種顏色嘛 對不對 好 這中間一樣有一些Colloid 這一樣是Colloid 好 然後分三種顏色 所以既然我要考你三種顏色的話 我一定會挑一個視野 一定在那個視野底下三種都有 好 例如這裡 好 我再放更大一點好了 會更 更容易韌 好 這樣 好 可以齁 好 大致瀏覽過一遍 好 心裡已經有一些想法了 好 來這一顆 這一顆 增殖細胞名稱為何 Besophil 對 就是Besophil 顏色最深的Besophil 這一顆呢 這一顆 Acetophil 這一顆就是Chromophil 對吧 是不是三種顏色 一 二 三 三種顏色 可以 好 然後以這樣的標準 就我一樣隨便指其他的任何一顆都可以考 好 所以這邊這顆一樣是Besophil 這種顏色都是Besophil 可以 好 這顆標準的 Chromophil 有沒有 好 細胞質周圍比較沒有顏色 好 那真正的Acetophil Acetophil應該是像這一顆 像這種顏色 這種 好 細胞質是這種粉紅色 就是介於最深的跟沒有顏色之間的 所以這一顆就是Acetophil 可以吧 行 簡單 好 你就自己練習一下 有沒有 這邊一樣有 三種顏色 好 這一顆是Chromophil 這一顆 這一顆是Chromophil 對 這一顆是Chromophil 好 這一顆看起來 這一顆比較標準一點 這一顆應該是Acetophil Besophil應該是這種 這種顏色 對吧 好 就自己練習一下喔 行 好 在不同的區域可能顏色也會有一點落差 但總之就是記得跟旁邊的比較一下 好 所以這一個就講完囉 腦下垂體 前頁跟後頁 好 然後我們接著來看DEMO片猴子 猴子的這一篇腦下垂體 我們說它染色很漂亮 但組織切得很破 給你看什麼叫漂亮的顏色 好 這一個視野底下就可以看到現在增殖的這個地方是後頁 Parsenal Boschia 上面這裡是前頁 對嘛 顏色有很大的差異 好 這邊染色很淺 然後中間這裡一樣有這些 好 中間部 好 這些Racus pouch的遺跡中間部 好 那放大來看 我們一樣先看下面好了 我們一樣先看後頁 好 後頁先解決 放大 可以嗎 好 在這裡已經可以看到了一些細胞 像這樣縮型的細胞這種 好 再放大一點好了 怕你看不懂 這邊的細胞隨便指 都是什麼 Peturisa 可以嗎 那這邊這個很清楚了吧 這一顆叫什麼 正直構造名稱為何 Hurring Body 就是Hurring Body 可以 然後比較小的這種也是 跟細胞差不多大而已 這種還是一樣叫Hurring Body 可以嗎 這種 好喔 所以這是腦下垂體後葉 可以吧 好 然後這邊呢 有一些空泡 好 這裡是中間部 然後呢 再來看這裡 好 在這個視野底下有了 三種顏色都有了 有沒有 這一顆 這個 這個細胞 這一顆 這一顆 三子細胞名稱為何 Acidophil 這個顏色是Acidophil 好 Besophil是什麼顏色 這種顏色 有沒有 很紫 這種 這種 還有這種 好 顏色非常紫色的這種 這種 這個才是標準的染色 所以真正的Besophil是紫色的 就是像這樣 好 紫色的 那這種粉紅色呢 通通都是Acidophil Acidophil 那在這裡Chromophil就有點難考 因為我們說它細胞很破 有沒有看到中間很多這種空隙 這個都不應該存在的啦 好 另外就是細胞就是被拉得很破 在切的時候很破 那真的要找Chromophil怎麼辦呢 我們盡量找還稍微完整一點的地方好了 好 盡量找一顆 來 這一顆 這一顆 這一顆比較像Chromophil 這一顆 細胞核很清楚 然後細胞質呢沒有顏色 周圍還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細胞 好 所以這一顆應該就是Chromophil 這一顆也是 這一顆也是 這一顆Chromophil 可以嗎 好 因為它比較破碎 所以它細胞邊界就比較容易看 好 所以你看這一顆應該是什麼 Acidophil 可是因為它的細胞質這邊整個都破裂了 好 這種我不會考啦 這種奇怪的 我不會考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不管是哪一片哪個顏色都要會分別 可以 好 所以你看這裡Besophil很多 在這裡Besophil 這一群這種顏色都是Cidophil 好囉 好 所以第一片腦效水體結束 接下來第71片 黑牛奶的松果腺 好 有沒有在這裡已經看到了這個 好 一朵一朵的 腦砂 腦砂 好 然後你看在這裡就有一些結地組織 升進來 這些都結地組織 有沒有 這些 這些都結地組織 好 好 然後放大來看 好 考試的時候可能就這樣的視野 就這樣 就這樣 阿你看到這些 這些黑黑的 不要跟我說波片上的這樣東西 沒有 它就是腦砂 不管大顆或小顆 好 這種就是腦砂 可以嗎 可以嗎 這個是一個血管 這是一個血管喔 好 然後這種比較大的 也是腦砂 好 那旁邊的細胞 旁邊的細胞 這種和比較 軟圓形 橢圓形的感覺 這些細胞 增子細胞 就是 Penylose 可以嗎 可以 把 可以喔 Penylose 這種 好 這裡的細胞 都是Penylose 然後這裡一樣會出現 一些膠塊 如果我可以找到的話 那那些膠塊叫什麼 Coloid 可以嗎 這裡的就是叫Coloid 這個喔 新 好 好 就這樣囉 好 好 像這樣粉紅色 均質的 好 大或小顆都可以啦 好 這種 這種 就是Coloid 好 所以Penyl Glame很簡單 就這樣了 會烤就這些了 可以齁 好 好 例如這裡 好 這個比較明顯 好 例如說是像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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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嗎 這個 就是Coloid 好 這種 粉紅色 好 所以Penylose 跟Coloid 還有毛沙 好 接下來 第七十二片 第七十二片是 甲狀線和副甲狀線 好 跟課本講義長得一模一樣 對吧 好 好 所以這個就是甲狀線 中間包著這一顆就是附甲狀線 好 再放大給你看 不是 它的組織形態真的很好認 可以吧 這種就是標準甲狀線 有沒有一個 一塊一塊一塊的 好 從周圍都是Volicule Cell 中間都是均質的 那因為是被撥片的時候 它就會有點裂開 再放大給你看 好 這樣 這就是甲狀線 可以 好 所以你看一下它的排列組合 這種就是甲狀線 這一顆就是副甲狀線 圓圓的細胞排列成鎖鏈狀的感覺 或者是團狀 好 圍繞起來成團狀或鎖鏈狀 這一顆就是甲狀線 副甲狀線 副甲狀線 好 放大給你看 副甲狀線呢 它的細胞 就是這樣 圓圓的 增子細胞黎層圍合 Principle Cell 或是Trip Cell都可以 好 這裡就是Principle Cell 或是Trip Cell 可以吧 好 然後旁邊一樣會有一些 分泌出來的 這些荷爾蒙 這種 這種 好 這裡比較不成團塊 而是比較 就是絲狀的感覺 好 那一樣叫Coloid 一樣都叫Coloid 所以這就是附甲狀線喔 可以 好 接著我們來看甲狀線 甲狀線就要分別兩種細胞 Briga